10月22日,周一,恒生指数跌1091.42,收28373.63,10月期指低水,跌1123点,收28181点,由于恒指和RSI背持,后市指望并不乐观。 中移动941宣布首9个月获利59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升30%,中国电讯728宣布首9个月获利173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升1.8%,中移动跌3.86%,见142.2元,香港9月份CPI升幅指引, 有1.6%,较分析员估计1.8%为低,主要升幅来自食品价格,内地9月份CPI升6.2%,政府宣布取消4月至9月猜响,是9月份CPI升幅不大理由,港元升至7.7505对1美元,接近港府规定上限7.75, 如再上升。金管局必须入市买美元放港元,退阻止港元上升。 现在港元兑美元是2003年11月以来最高,并非港元强。 实乃美元弱,高盛推介ASM太平洋522,花旗推介长江基建1038,目标价31.5元,并建议出售港交所388,日元升至6星期内高位,建113.26对1美元。 是9月10日以来最高。引发日经平均指数急跌2.24%,估计年底将建109日元兑1美元。 因美元和日本债券利差收益只有2.965来。 是2004年12月以来最窄。格蛇认为外资,指美国以外,对美元债券不敢兴趣。 08月份外资添沽售693亿美元股票及债券,今年美元对欧罗下跌8%,对日元下跌4%,至于由多家银行组成SIV挽救计划,只会将次案危机延长而非解决。 长痛不如短痛。格蛇认为应一次过爽爽快快清清楚楚将次案中外坏脏脱臂。 减息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会令美国CPI上升。 最终影响债券价格。近两个月国企指数及恒生指数有余流长跨难竞走。 真是过完一关又一关。恒指由19,000点升至最高见30,000点。 但不是所有股份皆上升。香港社会200现象,1997年7月至今20%香港家庭收入大幅上升。 但80%香港家庭收入不是原地踏步便是倒退,亦股市出现。 投资者面对赚指数不赚钱环境。过去两个多月升幅集中占股市20%自派股份身上。 主因是8月20日中央表示开放内地个人资金自由行。 虽然港股直通车还未开出。恒指已由20,000点升上30,000点。 上升50%。出现所谓港股A股化。 加A股总市值占全球股市总市值3.5%左右。 如果内地投资市场完全开放。最终结果是A股起香港H股益或是H股拖低A股。 换言之,港股A股化令港股9星期内上升50%。 只是短期现象。最终应该是A股和国际股市接轨。 截至9月底子。 内地共36家公司获QTII资格。 其中22家是银行共获161亿美元。 7家基金获125亿美元。 3家保险公司。 另外证券商和信托公司各两家。 加起来资金共300多亿美元,约2700亿港元。 上述资金真是能够令恒生指数上升50%吗? 中央宣布开放内地个人资金自由行。 只是港股近月炒上藉口。 真正炒起港股。 是本港资金和外地资金。 现在内地A股历史,即已公布纯利计高70倍。 理由是估计今年纯利升幅十分大。 高增长率支持高欧。 内地智能减排政策下。 不少行业发展受到制约, 例如行业内中小企被关闭或吞拼。 如化工、建材、钢铁等供给减少情况下。 产品价格自然上升, 令公司盈利能力处于上升通道。 最终扯高原材料价格而将价差缩少。 公司利润又再回落。 此乃行业循环周期。 因为资源供应非常稳定。 需求一旦上升便出现竞价现象。 竞争出价下。 价格自然上升。 企业利润同时上升。 刺激有息金属。 能源股价格上升。 甚至运送这些原材料到中国, 例如远至巴西, 需求。 亦刺激干货轮租金上升。 再加上内地负利率环境, 存款利率低于通胀率。 推动资金流向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尋找出路, 加上炒人民币升值因素导致外地资金流入, 便造成内地A股欧高企现象。 但A股顺利润上升主要是周期行业, 受经济性衰循环所支配。 一旦面对美国GDP增长率放缓, 供不应求情况消失, 立即可转化为下降因素, 例如1980-99年。 过去A股升降对港股影响有限。 自8月20日起港股A股化后, 港股受A股股价刺激, 令H股股价暴升, 为投资H股外国投资者提供赚取暴利机会, 赚大钱需要环境, 就是股价合理的normal range之外上下摆动。 情况有如河流暴雨之后暴障一样澎湃, 但堤霸面临河水暴障带来威胁, 一旦崩堤变成灾, 股市从来不是平静如镜, 它有细水长流日子, 也有山洪暴发惊险场面, 计算何时突破阻力位而出现爆炸性上升, 或回落。 是从股市赚取暴利技巧, 全球股市下跌, 将油价由90美元高位扯低, 暂时厄亦担心土耳其军队入侵伊拉克北部对油价影响, 静后OPAC开会结果是否取消11月1日起减产行动。 至今为止, 油价今年上升45%, 或上周升5.9%, 后市是怎样, 是否从90美元建顶回落益或调整后再升, 将支配未来由股方向。 从宏观调控看, 中国经济今年10月开始进入软陆期, 因世界经济只望转弱, 漸漸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率, 9月份中国出口增长放换, 以影响内地钢铁股, 而奥运效应仍支持内地楼价, 除出口增长率放换, 相信中国楼市见顶之旗亦不远, 比较上型可看好只有内地消费行业, 相信可一直维持高增长到2008年, 资产再膨胀, asset reflation, 乃两边来都, 上升时可令经济进一步繁荣, 回落时亦可加快经济冷却, 中国为北京奥运过去所作大量基建投资, 推动内地房地产, 商业物业, 零售商场, 酒店, 机场, 饮食业及零售业兴旺, 此乃奥运效应, 不同国家表现亦不同, 过去平均数是主办国奥运前三年股市皆上升, 内地A股由2005年起计至2007年亦是第三年, 至于能否一直维持到2008年, 便要事后才知道, 中国自2003年起到2007年已连续五年保持GDP百分之十增长,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百分之四十二, 占GDP增长推动力百分之四十六, 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减慢, GDP增长率肯定放缓, 技术上看, 中国今年第四季开始GDP增长率进入放缓期, 由双位数走向单位数, 美国GDP增长率每减少百分之一, 可令中国出口增长率减少百分之6.8, 以及令中国GDP增长率减少百分之1.5, 假设美国明年GDP增长率只有百分之1.3, 欧洲百分之1.7, 日本百分之1.5, 中国GDP增长率将放缓到百分之8.5, 结束过去五年中国GDP连续增长率达双位数, 以估2005年至今升幅已超过百分之四百, 市值是账面值六倍, 即使以2007年估计纯理计, 欧亦高达四十倍, 总市值是2007年GDP百分之120或以上, 并占中国人家庭财产百分之25, 但中国GDP百分之37和出口制造业有关。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一直过分依赖出口, 因此对外国GDP变化亦非常敏感, 虽然去年起政府欲斗正上述情况, 但国民消费至今仍只占GDP百分之50, 即中国经济无法单靠内部消费保持繁荣, 中国经济对外界依赖较日本惠甚, 面对泡沫经济, 中国人行已一再收紧银根, 例如将银行存款保证金率一再提升至10月25日百分之13, 可惜存款利率仍较CPI升幅低, 并透过QDII去减少流入A股市场资金, 今年提出税制改革, 估计可令2008年GDP增长率多0.5%。 换言之,虽然A股已进入泡沫后期, 同时政府已做好准备, 因此即使爆破, 相信亦只会远落, 而非类似1990年日本, 因为中国未来基建项目, 服务业, 内部消费仍有大幅上升空间, 上述行业可抵消部分因出口及制造业增长放换带来不利因素。 虽然至今距离奥运还有一年, 但投资策略而保守, 这股高潮如非在眼前, 亦会不久将来, 由奥运引发GDP增长高潮 通常奥运举办前一年, 即2007年第三季, 内地股市已连续三年大幅上升, 北京GDP只占全国GDP3百分之零, 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1.2, 如研究1964年日本奥运及1988年南韩奥运效应, 恐怕内地A股高潮已眼前, 1964年日本人GDP是2000至3000美元, 1988年南韩人GDP亦达2000至3000美元, 和现在中国人GDP十分接近, 日本奥运GDP最高增长率是1963年, 南韩1987年, 中国2007年, 当年日元和美元是固定率, 1988年南韩还同美元价开始浮动, 情况同今天人民币极之相似, 如参考1964年日本奥运及1988年南韩奥运, 再看中国经济, 相信A股泡沫已占入尾声了, 去年中国劳动人口达7亿6400万, 其中仍有1亿7000万就业不足, 而且每年有300万到400万大学生毕业, 透过重新迁移内地工厂到内陆, 仍可找到廉价劳动力, 今天中国劳工成本已较印度高出一倍, 过分依赖低劳动成本工业已开始外移到印度, 越南, 柬埔寨等低工资国家, 令整个中国制造业面对重组, 国企员工由1978年占城市劳动人口80%到2006年降至20%, 中国经济结构渐渐和资本主义国家分别不大, 未来推动中国GDP上升力量来自城市化, 相信数以千万计农村人口由不符合经济效率农民作业而向符合现代工业及服务需要城市, 或乡镇走向城市化, 令中产阶级大量涌现, 加中国约一半人口住城市, 去年中国城市化比率达45%, 相信这个趋势仍可维持15-20年, 中国大城市如上海, 北京等人均收入已达5000美元到7000美元, 估计到2015年可达20,000美元, 到时城市化速度才会慢下来。